民宅一樓客廳一片凌亂 地上流有斑斑血跡 一名酒醉男子趴在桌上 不省人事 凌晨一点多这里发生口角冲突 警校货报到场 发现一对兄弟手部有刀伤 许问后才发现是几个朋友一起喝酒 其中一名男子竟然情绪失控 拿起美工刀挥舞 一旁对一对兄弟见状 上前劝阻双双挂彩 台中太平12号凌晨一点 这起吃美工刀划伤人事件 邻居听见争吵称发现有人受伤 打电话叫119 好在两人只有手部皮肉伤 送一只后没有大碍 其中有一位有人 那个提到那个过去 那情绪可能失控拿出美工刀 那这对兄弟 要跟他制止的过程当中 拉扯的过程当中 那手部有被美工刀划伤 兄弟哥哥暂时 不对有人提出告诉 警方事后了解案情遭划伤的男子说 当时都是朋友一起喝酒聊天 只是一时酒醉情绪失控 才会有脱续行为 已经不想追究 但周日深夜朋友间口角惊动 炫目中邻居也真的够吓人了 记者王一超乘官 李云杰台中资料报道